我们会对年轻人希望能够号召他们怎么样可以服从效忠于中华民国 可是对岸难道不会吗 来 这个最新情势 欢迎罗叔的委员加入我们的讨论 包括前十报纸官总编警官冬大哥马上加入我们讨论 来 这样的态势 杨老师怎么看 其实国防 跟这个国防白皮书是根据国防法规定要颁布的 没两年一次嘛 所以它真正的目的是提升人民的国防意识 所以它还会出漫画版给年轻人去买来看的 所以它其实重点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说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 它并没有很细地在里面去讨论一下穆兵制 征兵制 今年只有那么小小的一节 两三页的样子去讨论这个问题 没有深入把这个问题加以服务 可是它最重要的每一年它都有个重点 就像今年上一届好了 上一届2016年吧 是吧 今年2017 2015年 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的重点 它特别强调中共 2020年已经具备了对台攻击的军力 这一个意识史是要提升我们的国防的这个意识 而今年特别专张专篇 因为过去都四篇啊 四篇 四篇左右 今年专篇去讨论国防自主的问题 除了像你刚才讲的重城防御啊 贺阻啊等等 它特别提到了国防自主的问题 也就表示蔡英文政府领导下 对于这一部分 在陷阱之中等等等等 就可见这个国防白皮书 它并不是真正的啊 纯粹的一个国防政策 或者深入检讨某一项军力的一个一个文件 而是对人民的一个一个一个喊话 所以刚才大家讨论了这个所谓正兵募兵的这个问题 的确是可以给国防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是 在此同时 你知道吗 日本的防卫省也计划引进美制F-35B的隐形战机 让海上自卫队这个两大直升机的护卫舰 升级可以为搭载战机的真正航母 那日本呢 以应付这个北韩的导弹威胁 所以呢 明年的防卫预算里头 他们打算要达到有482亿美元 正考虑两个方案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部分F-35A改为B型 或者是向美国另外去采购B型 当然南韩那么相关的人士都认为 正在研议是否向美国来购买F-35B的战机 部署在这个独岛级的两栖攻击舰上 这种战机可以在10到20分钟之内呢 飞抵北韩首都平壤 包括俄罗斯的战略技术中线 认为中国已经将14架苏凯35战机 部署在广东的空军基地 好 这个都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氛围 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国防自主的部分 其实 观众朋友 金简障都说 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非常低 你觉得从过去的520到现在 蔡英文总统没有在做事吗 事实上 从过去的8年的马政权 一直到小英走马上阵之后 在国防的新战略方面 在国防自主方面 他很明显做了许许多多 过去不同于马政权的一个做法 当然 这个都是捍卫的基本的核心价值 就是中华民国 你看过去在这个政权当中 如果过去的政权会轻轻松松告诉你说 在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强敌 我们不只是要有手势 甚至我们的攻击力道 刚刚范老师特别讲的是 我们秀出我们陆海空的优势同时 要让你知道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一旦你要犯台 你要登岛的话 我要让你知道你会付出怎么样一个代价 可是在此同时 来 罗事务委员加入我们讨论 伟中 新党的青年军的事件里头 也让我们看得出来 刚刚说要这个招募我们年轻人 对于中国来讲 新党的青年军 这个事件让大家怀疑 我们多少的青年军 可能落入了被中国在台湾的一个棋子 所谓的第五纵队 甚至涉及国家安全法 可是这个事件呢 从昨天的郁武敏接受广播的访问 大骂网炳中这些人 说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网炳中今天持续上了苹果的直播 他变成是一个英雄 大家在想 搞了半天 检调在大搜索 大约坛当中 是乌龙一场吗 还是检调因为这个压力 不管国台办 不果泛滥的一个大反扑 因此缩手了 来 伟中看到什么 当然不希望是乌龙办案 其实记者们也都一直在探寻所有事情 那讯息很多很乱 但是目前看起来我觉得 王炳中也好 郁慕炳也好 与其一天到晚受访 然后讲说他的如何冤屈 他其实只要简单回答一件事情 他父亲的账户是怎么回事 他父亲的账户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回答社会大众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解决 我觉得这个是 我不敢说是唯一的关键 但是核心的关键 所以我不想讲检调是乌龙办案 但是我只能说 当那天他们几个人全部被五宝释回的时候 对于部分的 我谨慎地讲 部分的中国社台学者 他们觉得 就是各方的对蔡政府的施压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样的讯息 从政治上我们也得去做某种的解读 就是说我们人权法治 国家安全这个权衡的情况之下 不要让大家觉得 只要北京放狠话 台湾就后退 这个不是要去栽赃任何人 但是我还是讲回来 王炳忠必须把这个讲清楚 那我想讲的是 我也不觉得 国台办当然是努力地在培养 台湾的年轻人 但是站在王炳忠这边绝对是少数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台湾当然有国家认同上 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其实这个社会是有公约数的 什么公约数 就是民主的价值是最重要的 台湾跟中国不一样在这里 也在捍卫民主的前提之下 怎么强化我们自己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 为什么我这样讲 就讲李明哲的这个事情 今天中央社这个报导很好 过去他都不知道 李明哲过去是新党的 还是新党的青年军 这个是 我想杨老师更清楚 我比较没有这个 但是你从李明哲跟王炳忠的对比 你可以发觉到新党出现一个变化 你可以统一 可是李明哲 如果他有点中国情怀的话 他是认为 中国不民主不自由 这不叫中国梦 王炳忠讲的是 中国越来 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好 他要新党是主张一国两制的 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为那个服务 你看他今天开记者会是说 继续去宣传中国 台湾越来越多台湾人需要中国 他今天记者会讲的是这个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 他是 王炳忠是把民族认同 盖过了民主自由 这些其他的价值 所以他是变得认同北京 李明哲 如果他有中国情怀 他是认为 他愿意付出他的一切 让中国更好 因为中国好 不但对中国人好 对台湾人也比较安全 也比较保证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 但是王炳忠是走了一个背道而驰 是跟台湾社会主流价值 背离的 那如果他最后 还有这个 就涉及到国家安全 那当然是更不能容忍 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这这样的年轻 王炳忠累的年轻人 绝对是极少数 极少数 那警方办案越深越慎重 会让这些人 这个吵闹的机会越少 越顺重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 越撞换歪 如果真的要办好 就是 如果真的要办 就办好 办彻底 然后过程当中的推演 然后后续这些政治上的考虑 真的要多一点 来来来 于荣先 先帮我们做补充 来 洛元来 来 于荣怎么看这个案子 我想刚伟中哥有提 王炳忠这个事件 其实他现在不要再模糊焦点 包括玉木民主席 包括整个新党 你把五百万交代清楚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 目前想要知道的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在我一直想要提的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李明哲 他一开始是新党出身 之后加入民主进步党 再来到施主席的办公室 施明德主席的办公室工作 他的下场是怎么样 他到中国去散播 有没有所谓的组织的行为 跟王炳忠比较起来 有没有所谓的组织行为 我觉得中国政府 真的病态到一个极点 王炳忠在台湾 已经开始有组织 已经开始有散播 讯息的这样的状况 但是他今天却还是可以上 苹果的媒体在受访 再来我要提 玉木民主席 我觉得他不要模糊焦点 就是王炳忠够不够格 绝对够格 如果不够格的话 你为什么要把它培育成 新党的青年军 你为什么不培育其他人 为什么是培育王炳忠 再来还是要提王炳忠的形象 跟他的条件 跟他的口条等等的 就是共产党要的年轻人 我曾经在美国念书 我曾经在香港念书 我遇过很多的同学 在地的香港人 搜 我不要说搜了 共产党什么样的好处 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条件的年轻人 再来 很巧的 我在拜访我的选区 台中市西区 一位审民 我真的是埃家埃乎拜访的时候 有一位他跟我说 他是统一促进党的干部 他跟我讲说统一促进党 下个月就是在医院 要有一个大动作的一个 声援王炳忠这个事情 我觉得整个统派的团体 当然是极少数 但是他们整个用 非常廉价的政治操作 在浪费社会的资源 再来还有王炳忠 他在被媒体关注之后 他马上宣布 他不排除任何参选的机会 而且只要新党 把他派到任何的地方 他都不排除参选 而且他没有说 他只参选市议员 甚至可能市长 他都有可能参选 这个我们也要提 年轻人参选 最怕的就是什么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 让知名度可以提高 我觉得王炳忠 这个政治操作 真的非常廉价 把一个法律事件 导向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然后在无上限的 一直不断的操作 对很多我们看来 我们都觉得 现在年轻人也要参政 不要再用这样的政治操作 这么廉价的方式 把一个法律案件 其实大家真的看不下去 最后你参加这个什么 新中华儿女学会 他一直在讲说 他没有参加什么 统派团体的这些运作 你在新中华儿女学会 从2013年 YouTube一打上去 你跟侯汉婷 两个在那边主持这个座谈会 大家看不看得到 都看得到吗 那什么叫 你说你没有参与 谁会相信 那这个单位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的经费有问题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赵小军 这里锁定新台湾加油 马英九前总统出手之后 三中这个案子 是不是已经不敢办的呢 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邢泰昭 你手中现在有几个重大的案件 包括疑似涉及到 国家安全法 有人说大约谈大搜索 新党的青年军之后 你也可能缩手了 终究真的是乌龙一场吗 那三中这个案子 我们看最新的发展 来看这个画面 这是为了厘清 三中交易当中的中事的部分 到底到最后成交 8.9亿的真相是什么 台北地检署 在昨天再度传唤 有国民党的前中央政策委执行长 蔡正言等四人 同时播放了多段录音带 要求指认 说话的人是谁 询问之后呢 包括他跟前中投公司的董事长呢 他是张哲成 还有总经理汪海清等人 通通都请回了 蔡正言在停后受访时说 录音带很清楚 声音非常清楚 那问到他 有没有录到前总统 马英九的声音呢 他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能够多说 因为呢 检方特别交代 不能够多说 好 蔡正言先前曾经那么 告诉国民党的前国民党立法委员罗书磊 那罗书磊委员人就在我们现场 他特别提到 中市交易的内幕里头 自己曾经向前中投的前董事长张哲成 向保力达公司询问 事实上中市的依照市价 12亿元的价码 是非常OK 是非常合理的 但最后是由余建兴以8.9亿所买下 地检署很显然 为了厘清相关的疑点呢 昨天再度传唤张哲成 蔡正元 包括汪海勤 还有呢 保力达相关的公司职员到现场 四个人特地在这个北检第五办公室 隔离征讯了三个小时 到底马英九在里头的关键声音是什么呢 那今天一一为你解析 当然这个案子在启动办的同时呢 包括了新党的部分 新党这个案子 马英九曾经要求的是 三中的案子移转管辖 所以呢 现在地检署不敢办吗 同样新党这个案子 在各方的势力 全部都涌入去声援之后 现在也不敢办吗 现场为你邀请到 有前时报纸官总编辑国东大哥 包括前国民党立法院罗鼠 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来我请教的是国东大哥 刚刚特别提到新党的部分 画面当中 这新党今天早上10点钟 所召开的记者会 叫做创新之旅 促建两岸交流 主席郁木铭宣布 要成立新党服务委员 服务在中国经商求学的台湾同胞 但是服务对象 只限于认同中华文化 与反台读者 媒体问到服务站的资金 怎么来的 郁木铭说新党坦荡荡 如果相关单位认为有问题 就去查吧 来怎么看这个态势呢 国东大哥 新党的郁木铭主席 这两天讲话 越讲越奇怪了 很多了解新党的整个背景的人 都不大相信 一个党主席 照道理讲 你党里面这么重要的干部 青年金 四个人发生这个问题 你应该出来捍卫他们 居然没有 这个就让我想到 多少年前中泰宾馆 新党的这些大佬 从郁木铭到李盛峰 当年是以坚决反共立场 疾风特工队 疾风 开始来跟党外杂志成立的时候 火兵包围整个中泰宾馆 我们那时候在查网新闻的时候 两边这样对到 那时候真的很激烈很激烈 结果四隔多年以后 怎么现在变成中共的同路人 所以他这几天讲话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刚刚定宇委员已经提到了 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要成什么大事 到底把他什么大事败坏掉 所以要去追他 到底你们目的在哪里 有人认为就是 这些新党的大佬 现在在斗这些小鬼 因为这些小鬼 已经偏离他们 真的要做的目标了 已经有人退贴了 甚至可能承受不了 会做污点证人 那这事就大条了 这两天不是 定义他们立法委员在查吗 要查上海办事处新海办的金牛吗 如果这个金牛查出他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政党已经可以 大概也可以解散他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紧张在看 可是我还是要提一下 小金你刚刚前面的话题 台湾的危机不只是金氏国防以外 不只是这两个 这两个当然是很严禁的挑战 但是我们的国土安全 我们的国土安全是不是有漏洞 这个是给国安大陆你好好去思考 如果国土安全一有漏洞 有人利用台湾的民主政治 来开始用组织政党组织政团 然后开始渗透 开始出卖情报 你要用什么办法去防堵他 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辛辛苦苦的定法案 修改法律 要把它做为严密一点的 但是谁在执法 你到底谁在执我们的国安法 我现在一直要讨论这一点 让观众了解说 我们法院定得很好 很慢 但是没人去做的时候 这个法院是什么就行 这个法院要怎么去控制 这边防堵这个呢 所以今天我们王秉重案子 让我们大家真的是 整个惊醒过来了 到今天为止 如果台北地界处检查官 无保释回 还是把他当证人 那我要问了 那你下一步是什么了 你下一步是怎么去扭转 让全国人民都相信说 他们这几个人涉嫌重大 马上转成被告了 说出来证物都是毁碟 那这个转得太快了吧 所以难怪会被英姆姆 姬朝鸡说 哎哟 这些是小屁孩 小孩成不了大 他们是小咖的 那你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这个检调单位 你们是不是要传大咖一点的 是不是要往上一下 往这些大佬上面身上去查一下 往他们的金流上面 这些人都有金流 为什么都不查呢 所以我今天讲一点 我自己个人的怀疑 因为检查系统已经开始 不断地传话出来 这个当然现在没办法 大家都不愿意证实 因为颜大和检查总长的任期快到了 明年就到了 是 然后呢 他要卸任以后 谁会接检查总长 已经开始在角力了 已经有传出来说 是内定调查局局长 蔡清祥要结论 那这个传话传出来 检查系统就不满了 检改会那些检查协会 检查官协会开始就不满了 开始就开始在那里反扑了 如果检调单位你们在办案 为什么要这样子内斗到这样 让人家看不下去呢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因为那一天花是12月19号 搜索完了以后 法务部在开部务会议 调查局局长蔡清祥 以健康检查为理由 没有参加 这么大事全国轰动 他竟然健康检查去了 他没有参加 首席副局长去参加 报告说 这是我们奉检察官命令 来调查指挥的 被检查花西部份稿说 这是调查局立案 检查上检查官申请 根本不是他们主动调查的 那到底是谁呢 结果另外一个主办的调查局 副局长黄底熙出来讲 经验不足 能力不够 有瑕疵 我一切我承担 那我才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同样一个案子 你们为什么检调不同调以外 你调查局内部的两个副局长 都不同调啦 好歹你口径一致一点嘛 我们要硬办 我们会办得彻底 都没有 一个是承认输入车 一个是讲说 这是检察官指挥的 检察官怎么会肯放过啦 现在到现在 没有人再出来跟我们讲啦 现在他也要申请移转管辖 我就不知道你要移到哪里去 马英九申请移转管辖 他也申请移转管辖 要移到哪里去啊 我们的检查系统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移啦 所以我为什么提出 国土安全的重要 除了金氏国防以外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金氏国防的挑战啊 怎么会 我不客气讲 调查局系统里面 百分之八十是蓝色的 你怎么办 难怪他们很嚣张 申请移转管辖 然后又怎么样 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所以我希望说 除了令和尾这么辛苦的修订法令 黄毒以外 你的执法机构 必须拿出一套有效的办法 让人们才放心说 我们除了军事国防强调 强化 我们的国安问题 我们的法制单位也非常的强 如果没有的话 一边强一边弱 有什么有的都渗透进来 第五中队在台湾的 你金氏机关有什么用 OK 渗透进来 潜伏进来 卧底了 罗伟这边有掌握一些资料 所观察 第一个我们想了解 新党究竟在中国 他们到底从事什么样的服务 那有相关人员的事业用是什么 包括了其实中国是有计划性 对于台湾的年轻人 因为在中国的党代表大会 我们看到习大大特别提到 中国的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 享有他们当地 台湾应该是说 习大大特别强调 两千三百五十万 其中的年轻人 特别是年轻人部分 享有跟他们一样的待遇跟福利 来 罗委员 那个台湾内部 其实有分成三种人 一种是认为说 我台湾 我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 来自己脱离你中共 中共的控制 或脱离你中共 我自己可以改我的国号 喊我的民主自由 那另外一组人是谁啊 那也许这些 有些是以前民国三十八年 从大陆过来的 他们跟大陆有很深的奄言在 他们认为就 我跟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同血缘 所以我就讲 我就叫统一 可是一种人 就所谓的说 现在嘛 目前的时机 不宜 我们不同不无 我们就是维持现状 那我想等到将来 你中国大陆 你的民主自由改善了 你跟美国一样民主自由了 那要谈再来谈 那这个我们都尊重 我们都尊重他们的想法 尊重他们那个 思想自由 无罪的 所以你只要不要妨害到我们 我们台湾的安全 我们都支持 可是中国大陆 他对我们 他有没有给我们 一样相同的说 跟我们同样的想法 大家都清楚嘛 大陆从来不放弃 用武力换台 你看他最近 他从八月份到现在 他一直落台 绕了十八次啊 一直给你什么 演成训练啊 我个人看完的时候 他有两个目的 他一个目的是要跟全世界的 包括美国 日本 英国 很多国家先是说 台湾是我的领土 我现在是在我自己的领土里面 那个演练 谁敢来侵犯我 我就那个 所以他讲说 你只要美国的军舰 到高雄的话 我就 就是武力换台的时候 那么 他对于这样 那另外一个 他是怎样 他要松懈你的心房 他讲说 我天天在你那边演练 耗损你的经历 那耗损你经历 台湾人会说 那都要假的啦 就是说 把你那个心房松懈掉 也就是说他现在 他所采取的 那所谓什么文攻武贺 他武的是说 我用强大的武力 来让你看看 你假如敢怎样的话 那我 我有强大的武力 我就可以用来把你 台湾武都拿回来 另外一种 他是笼练 那个笼练 这些人的心 那早期 他们对于台湾的做法是 都是找那些 就是像玉木铭啦 连主席啦 还有那个一些比较老派的 就是那种 那种 看是能够用这一批人 来那个 改变台湾的很多的想法 那是能够促进统一 可后来他发现说 这些没有用了 因为他越去那个 让你给这些老一辈的 这些玉木铭 这些老一辈的 这些老国民党的 那种 那种所谓的那个老派 统一思想这一群人的话 他发现说 台湾的天然独越来越多 而且台湾的年轻人 越来越讨厌中国大陆 所以他想办法怎样 他就要来拉拢你这个 那个年轻人的心 那年轻人心 大家现在在台湾嘛 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薪水只有22K 所以他就对你台湾的年轻人 给你非常大的一个优惠 也就是说他们在 从太阳花协议以后 他们一直在提倡 所谓三中一清 那三中一清 尤其是对年轻人 它提供什么 你年轻人假如有个 写个计划 到我中国大陆来说 你要创业 我给你一百万的资金 可以不用还 包括你的 不用还 不用还 不只是免利息 是不用还 不用还 包括你到中国大陆来 他们中国自己年轻人不行 对 包括你的住宿 包括你的办公室 我都免费提供给你 我请问你 假如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年轻人 会不会 那个一波风的 往中国大陆去 像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每个年轻人都流行说 我去中国看看 我去市场看看 我也想去闯一闯 都是呈现这样的一个语言 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 我那个前年 我还在立法院的时候 那那个农历过年的时候 那农历过年的时候 我们在外的 在海外的那个游泽啊 那是不是一直有一种 那个 私乡的一个 对 那再讲我们的大使馆 是不是应该要 办一个什么围炉啊 什么请那些 那个留学生来 是 我们台湾的大使馆 一个人要给人家说 15块欧元 中午大家都免费啊 不用钱啊 还给你礼物啊 我还给你零用钱 对 所以你知道他们打电话回家 都跟爸爸妈妈说 好 阿共有得好 那个 给我免费吃 还给我礼物啊 15块欧元就买 没有 我告诉你 那个很多年轻人 你们因为他在外面 但是买的比赶的很容易 对 那只有感觉 而且很苦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 我就直询外交部嘛 难道我们15块欧元 我们花不起吗 是 你为什么要去 收了15块干嘛 你们浪费了就很多了嘛 那再来他不仅是这样 他对于 刚刚那个小薰前几天也提到 他对于我们台湾内部的 这一些基层 也就是说他们弄的 所谓一带一线 一带就指着年轻的这一带 他一线就基层的 他现在讲 他后照基层很多里长 他透过那个里长 那个还透过一些旅行社 是 是一些旅行社帮忙他们 那里先生就找那个里长 告诉里长说 你只要找年轻人 你不要说是什么 什么大学生 什么高中生 国中生 他连小学都可以 是 他把这一群小孩子 带到中国大陆去旅游 钱层招待都不用钱 那让他们去 一直融络他们 来告诉他们 那个大中华思想啊 那个 所以他是怎样 他是在 给你打心理战 用他们来洗你的脑 让你的这一群年轻人去 那个 那我们国安 我们自己已经警截到了 你说今天 好国民党 你说好国民党 比较轻动 那所以现在我们 也没有做台商的服务 那新党在当地 成立一个服务站 说要服务台商 因为现在讲 因为从 那新党在中国那边 有做违反的事情 因为 因为你现在 包括有查到金流吗 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比如说 我们那个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跟跟蔡英文的 那个政府啊 现在大家弄得很僵嘛 所以每次传递 什么信息都 已读不回嘛 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台商 在大陆受了委屈 坦白讲 是投诉无门 这个投诉无门啊 因为我们自己也碰过啊 你只是说 好拜托你 我们的陆委会 我们请你帮忙 后来跟人家 我帮你传给我们过去 都下落不明 所以才会给 像新党这种指数 新党很有钱吗 可以做这样的服务 其实 因为其实 我跟你讲 其实也不是 就是新党在做啦 很多 博民党很多大佬 也都在做这个事情啦 都在做这种服务 这种功德的事情 对 那他做这种事情 那也许台商 我们先讲了 这是功德还是帮办 不是啊 这是做帮办还是做公德 这个你跟我讲 他帮助他解决问题 你也跟我讲 国家没办法帮忙我们 对对 台湾没有帮忙帮忙我们 他讲说 动为查税 所以你查漏税 所以某些有随便给你挂个命 就把你抓进去牢里面去 他的家人要找谁 找政府没办法救我们 他当然会想办法去找 玉幕名啊 或找一些 我们人有一些大佬 他也都在做这种 什么台商协会 什么台商服务社 一大堆啦 其实不是只有玉幕 那他们都是免费服务吗 服务了嘛 那你就有 那就所谓的一个捐赠嘛 比如说好他捐给政党嘛 捐给政党没有换我啊 对不对 那事实上大家在谈说王炳中 王炳中父亲说什么 500万钱从哪里来 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检调 查这500万会查不出来 假如那个金钱 是从中国大陆给的 或是中国大陆任何人给他们 你想想看你要带500万 你假如说王炳中去大陆 他给他人民币 带那么多人民币 进到我们台湾境内进来 你怎么进来的嘛 对不对 你都有安检要检查嘛 除非你常态你的身边 所以我觉得 真的有那么难查吗 第一个金流 如果这么大动作 到最后办没有真相 甚至缩手 甚至缩手是因为施压的结果 所以北检缩手嘛 还有假如说你今天 说你办王炳中 办成说第一天就赤回 现在大家讲 我说是不是中共施压 那假如你蔡英文政府 你是不是应该对抗 你是不是要保护人民 你是不是要 我根本不屈服于中国大陆 你干嘛去压 你干嘛受到一起破 跟着无关了 我是觉得 我回到真实面了 因为这的确 如果有所讲 会让人民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大动作在办的同时 第一个 最后是因为屈服于压力吗 所以才会办到后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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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啦 不是 不是 回来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跟妳讲 我现在是讲 你等一下 我让他看他营位是什么 你等我一下 大家讲个国安问题 好来 你等一下 来来 王帝尔来 第一个 那约谈是证人嘛 证人不叫他回去 你要叫他干嘛 你假如有证气的话 就证人 不是 那天是证人 搜查的证据 所以这个案子还在查办当中 我倒觉得先不要这么快 跳到结论里面去 第二个 今天我们从 中共要买收台湾的角度 看到用钱啊什么的 我特别提 中国有差不多一亿两千万的人 连看感冒的钱都没有 可他愿意给你一百万 假如你台湾年轻人 你写个企划书 不用还 都免费给你 台湾年轻人 有没有那么好拐 其实从这几年 民调都看得出来 台湾年轻人 我还对他蛮有信心的 他知道你要干嘛 也许他会去 想办法把你那个蚯蚓吃掉 他会试着 把蚯蚓吃掉 让我这只鱼 不会让你钓上沟 那有几只会钓上去 就好像海外的 以前国民党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以前中央日报 你知道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要看一个 繁体制的新闻报纸很贵 可是国民党海工会 他们会免费送那个中央日报 然后我们这边 他自己傻傻地花钱 去想办法看那个 五天前的某某报纸 这些事情在海外 都在发生当中 当然我们外交部 小加持器也有 但我对我们自己 台湾这一代年轻人 他选择生活的方式 跟选择他人生的规划 他会做一个最好的组合 他不一定要支持哪个政党 他会知道台湾跟中国的不一样 第二个 以王炳中这个事情来讲 他现在 现在还在查办当中 那五百万的金流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好查 金流进到台湾好查 可是从中国到台湾这一段 中国不会配合你查这个金流 否则上 那个永丰集团的合寿船 他们就不会在上海 买那个房子弄那么久 要有窝里反 自己的财务大臣 拿出来 你才办办他 因为过了海峡那一边 金流不好查以外 台湾有好多营楼 好多地下金融 那个钱不一定要从机场过来 他有办法拿到 所以那一块五百万 到底检察官掌握到什么状况 我期待检察官 该起诉某个对象的时候 那个部分在负列证据要讲清楚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统派的荒谬在哪里 这个逻辑很简单 当一群统派的 你叫他新党 你叫他统促党都没关系 统促党不是要开一个声援大会吗 太好了继续开 当他谴责台湾这种要有搜索票 搜索票还要法官核准的这个程序 说这个叫独裁 这个叫白色恐怖 这个叫绿色恐怖的时候 却去拥抱一个中共的这样的政权 根本不用审查就可以把人抓起来的 这不是荒谬吗 这不是两套标准到虚伪吗 当你前台湾的人来来扣扣扣 搜索票给你看哦 要找律师哦 要多久四十分钟够不够 两个小时够不够 对这样子的程序 嗤之以鼻 厌恶 对中国抓李明哲也好 抓刘晓波也好 抓法轮功也好 偷拳没有关系 我要拥抱这个祖国 这不叫虚伪 什么叫虚伪 所以我们想 中共要解放台湾是为了利益 他会用民族大义的帽子来戴 同样的发生在新党里面 郁牧民 照说应该大大的声援往秉中 就反而开记者会说 小屁孩成不了事 城市不足 败事有益 这代表什么 两个可能 第一个 郁牧民是永远不用改选的新党主席 新党谁去质疑这个 自己都要离开 永远不用改选的新党主席 在台湾跟中国之间 挂个党主席 不要说新党这个有席次的政党 他有议员的政党 有一些连个议员都没有的政党 党主席去都不错 所以这条管道 是不是这几个年轻人 不懂伦理 越线了 自己去经营出一条线来了 这个可能性很大 这是一个可能 我说不然他们做了 连郁牧民都不知道的事情 第二种可能性好 他现在去中国那边要报告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种可能性 郁牧民会有紧张啊 你们现在中共要发生什么 这个三中一区 可是一般的潜伏的卧底都是这样子啊 他面对每一个人 我们如果都是被 都单线 都单线 我也不知道是谁 郁牧民也不知道是谁啊 彼此不知道彼此所谓的单线 你的领导是谁 我的地位被别人经营走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我都没有讲出去 你们这个大嘴巴到处乱讲 但一百坑啊 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是觉得 郁牧民在呈现出 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很诡异 另外新党在上海 成立了什么台商服务中心 你要服务台商我都赞成 没有关系 都台湾人 可是要注意 如果这个台商中心 涉及的是公权力的执行 你就违法 那中国就希望把台湾的政府 不管 这个 其实马英九政府的时候 也遇到过 他希望你的政府虚极化 他要自己建立管道 自己建立服务中心 所以当有一天涉及公权力 探监啊 仿视啊 是 对受刑人的关注啊 我们 在中国 在中共那边 因为税法被关的人 可多了耶 还不是现在发生 这十年来关了多少 如果这样的情形 变成是 中共 鼠疫的特殊买办 才能经营的时候 这就违法 我虽然惩罚不了中共 但对台湾这样 为了五百万元 中国是不是疑似资助五百万元去发展类似的相关的组织 他说侦查不公开 那他没有办法做说明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杨老师 这个他说到他没有什么资格去收机密 这个我也是同意的 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去收机密资料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那个圈圈里面 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 对 那可是就想这样子来撇清他们对于国家安全法可能违法的事实 这点又是有点避重就轻了 因为玉木铭这句话叫做 玉木铭叫成事不足 玉木铭想成什么事嘛 这是关键嘛 他们认为这群小孩子成事不足 那就表示玉木铭有个事要成 他在上海成立一个服务处 就是一个要他要成的大事 他努力了这么多年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在那里设一个点 我也是台湾政党唯一一个 他也是唯一被可被准许的嘛 就是唯一 他要设一个点 那好不容易中国允许他 这叫成大事的 因为他是将来所有 不管民事纠纷 刑事纠纷 有人被查税 所有台湾人民在那里旅行探亲 去做生意 等于独家代理就对了 没有错 这叫大事 这叫大生意 这叫大生意 你们 你们如果他字里行间透出来 他们从都到尾 从王炳忠不肯讲 李慎峰不会讲 郁木铭不会讲 就是人家讲说 有人在写一些计划 申请五百万也好 写一些东西就可以申请一些 扑扑扑扑扑来 那个根本就是小孩子游戏嘛 是 他认为你们真的 肯定的proposal有钱进来 对 这样 对啊 那个proposal有钱进来 那个的确是跟国安法有关 他们调查那一部分 可是对郁木铭来讲 中国的统战策略才真正重要 所以郁木铭掌握 中国的统战策略的核心 就是入导入户入脑吧 他知道重点就是要透过服务的名称 利用台湾自由民主的细缝 然后抓到台湾更多的人心 能够扶植像新党这样子 忠心于中国政权的政党嘛 他两个目的 一个让新党在台湾有更多的人 帮到更多的人 让新党势力增加 能够进到国会 对 将来也很棒啊 对不对 能够帮新党 拿机密资料也比较容易 也比较容易嘛 你至少要公职的身份 才拿到机密无件嘛 中国愿意扶持新党 这个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这是才大事嘛 这叫做一些小孩子诚实不足 我有一个大目标 你们搞这些小project干什么呢 去申请写一个proposal 骗一些钱来也好 不要讲骗 不好 不好 他们是认真写的 他们很认真写的 认真答案了 这一部分 那一部分检调正在调查 只是这一部分 我们要抓住这一部分 这个中共的统战 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台湾民主自由 虽然是很强壮的 可在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 还是有一些脆弱点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 民主自由 有一些脆弱点 他就利用这些细缝 就像他在上海 成立这个服务 你认为在台湾 不要有收案的点吗 他在台湾 从高雄 台北 每一个地方 他都要找一个收案点 比如说 有个家属 在那里失踪了 有一个人在那里失踪了 在这里的家属 就要找到台北的 新唐总部也好 或者台南的一个点 他的组织 就不就出来了吗 他就遍布各种服务点 服务处 你要晓得 民进党党外时代 一个美丽岛杂志社 在全国 设20个杂志社 发行点 它就是一个党 这个完完全全 是一个做组织的前置作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必须要了解 其实中国的手法 是翻新的 我们台湾有关当局 在侦办这样的案件 你千万不要 在小鼻子小眼子 在那些小的证据上面 而是要看大的问题 他们是不是有真正违反 整个党有没有违反国家安全 是 来 范老师来 其实小军 我是不是回说了 其实我也认同姚老师的讲法 你说王炳忠这几个小孩子 你今天为什么说 那个郁慕明会讲说 哎呀 那个王炳忠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他会讲侯汉廷 那个辞到大王 其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讲 是你自己的青年鸡 自己的小孩 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保护他 应该来 来 那个 呼和他 怎么还打了他一巴掌 对 这当然我们知道 郁慕明 他本身 他想怎样 因为他是新党的万年主席 本来泄几大 有要想把他推翻掉 后来没有成功 那现在中国大陆 他现在已经对老的一辈 已经比较没有很重视了 都要栽培这些年轻人 尤其是他们这些年轻人 又宣布我要掺写 那你假如说 这是范老师在昨天的怀疑 就这群年轻人 假如你让他长大 那你是不是 你义慕明 你这个主席就没办法做了 这样子 范老师 你看到这个态势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案子一定会办 一定会办 一定会延办 刑态状没有压力吗 我觉得 他是不怕压力 对 我有几个例子 为什么是用证人 很重要证人在 征讯的时候 律师是不可以在旁边陪同的 如果他是被告就可以 所以我是用证人来传唤 但是是用被告的 规格来处理 用证人 所以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用证人 是 因为你今天律师如果进来了 你全部我们征讯的过程 你全部都听得到 这是一个巧门 OK 那为什么 因为法官同意一个去搜索证人 去保持他的证据是相当的具体 否则这个搜索票是开不出来的 是 现在搜索票很多都被打回票 法官都说 证据不够 不开搜索票 对对 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是 为什么叫是关系人 他是在证人跟被告的中间 那我们现在拿了这么多电脑 扣他手机 就是为什么 这个王敏忠很在意一件事情 是 把我的手机还给我 他现在律师提出控告 把我的电脑还给我 对 那全部解开来 你的email 你的line 你的微信 一目了然 把四个人全部来 走成一个树状图 就出来了 你的人脉图 你的情报网 他诚实不足 拜师有余 根本不是讲给我们听的 你不要看我77岁 我还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找那个小毛头 诚实不足 拜师有余 这四个小孩 都不如蔡真言一次卡摩 蔡真言一受压 你看四个月三都 啪啪啪啪 现在连录音带都出来了 所以现在局势也不一样 马英九出手之后 他在这个舆论诉讼站里头 北俭也受到压力吗 应该续续关系这个后续的发展 你拜回来